兒子劉志涵有沒有給你打氣一下 呃 劉志涵很困難 因為現在的經濟公司 都不太願意自己的議員去站在你 早上是說是不是有發生那個通知單好像沒有收到的 因為你都忙著選 你沒有看新疆 我發現新疆居然 一共有四份的這個公報 結果還少了一份 最好還少了立法輝的公報 我醬落了喔 因為我們那個那個玩很大 我就告訴他們 通通不准回家 通通去投票這樣 每一個人去投票 有上千選立委 明星兒子沒站台 吳宗憲搭紅顏班機趕回台投票 開心啊 對啊對啊 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 十三號投票日恰巧碰上天氣好 一招投票所有就集滿人 五到八點排隊人超狂繞三圈 連拆剛下飛機的綜藝天王吳宗憲 六點半一到台灣 就馬不停蹄的回內府趕投票 我醬落了喔 因為我們那個那個 玩很大 我就告訴他們 通通不准回家 通通去投票這樣 每一個人去投票 都沒睡了 去跟那個 跟坤達 我說不用回去 不要回去 我家在天母啊 我說趕快回去 排隊趕快去投票 那個選舉很重要嘛 希望我們所有這個 大家 因為我們是全部的人 我們去哪個 欸你幫我排隊 不要被人家插開 很重要啊 這 因為 因為我們的一個角度 就是說 熱愛這片土地 對 希望它可以有好的一個發展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 特別的一個地方嘛 對不對 希望我們這個 好的選舉 然後 榮年一定要做到 所有人 和樂 榮榮 對 這個是我最期盼的啦 我覺得我的保持的心態一直都是還蠻 就是平穩的啦 對啊 所以其實不管怎麼樣 就是進來 國民應該盡你的義務 就是這也是我們自己的 投票的一個權利 所以要支持 今天特別出來投票 有沒有準備自己的幸運小物 幸運小物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我的幸運小物 就我自己 希望大家都出來投票 很謝謝 很謝謝 這是一趟非常特別的 一段 這個 生命經歷 非常感謝 現在血壓怎麼樣 今天只要量了123 做得非常好 其實昨天晚上 這個 最後 收工的時候呢 真的是整個心情都 都 進入不一樣的狀態 生命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回頭看才會清楚 但是它又逼著你 一直要往前進 所以呢 我到昨天晚上才可以回頭看我 過去九個月到底經歷了一些事情 所以 有非常多的一個感觸 各式各樣的幸運小物 都是選民給我的 真的很多耶 真的有耶 還有這個法輪呢 還有 還有 還有各個公廟給我的福令啊 已經有特殊的 都有啦 昨天張秀卿還問我說 姐我今天在五谷有活動 我現在晚上趕過去你那裡 我說你趕在幹嘛 他說今天不是選錢之夜嗎 我說 我沒有選錢之夜啦 這樣子 他說我想說 還可以最後再幫你這個 這個 鼓勵一下那樣子 非常非常感動 你知道 萬華這個地方很特別啊 就是 選民好像跟你在同一個脈搏裡面了 因為他 經常我們走在路上 他就會說 今天有加油了嗎 我說 有加油了 今天多少 他就住我樓上這樣 你懂的意思嗎 對啊 很特別很溫暖 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不會讓你去哪兒 還可以回家 你以前 你